第185集 母后 君慕处大声道 灵溪有她自己的选择 她选择救 就说明这个人值得救 母后现在发怒让她跪 甚至打击板子 儿臣都能理解 但是母后有没有想过 灵溪舍自己的性命 好不容易保下来的人 若是反过来舍在母后的手里 您让灵溪醒过来之后 该如何面对啊 她这一刀不是白挨了吗 母后 君慕处一个头磕在地上 求母后息怒 求母后将怒火 发在该死的人身上 九哥说得对 该死的人来了 母后 这口恶气 儿臣帮着您一起输 殿外一声大喊 白鹤染神经一阵 是君慕临来了 所有人都回过头去 只见殿外一身悬袍的 石皇子君慕临 正大步朝着这边走来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在他手里还抓着两个人 左右手一边一个 拖死狗一样拖在地上 任凭那两个人放声嚎叫 魂不在意 然然 他走到他面前 停住了脚步 你怎么跪着 地上凉 快起来 白鹤染皱眉 不要呢 这是我该受的 我愿意跪着 君慕临果断摇头 该受的人在我手上 这一切又与你何干 他话说至此 抬头看向陈皇后 母后 灵溪替我起挡了一刀 这份情 儿臣这辈子都记着 将来若灵溪 让我用命去还 我这个做哥哥的 必当义不容辞 但是现在 母后 该将精力 放在真正的罪魁祸首身上 而不是一味地摔东西 这些东西 泄不出我们的怒火 只有这两个东西 才能让咱们 痛痛快快地 替灵溪 报了这个仇 说吧 手臂一扬 狠狠地将手里 提着的两个人 摔到了大殿中间 伴随着砰砰两声 人们这才看清楚 这两人 其中一个 竟是文国公白星炎 而另一个 另一个是谁呢 殿内的宫人们 没有看清楚 只知道是个女子 面目猙獰 样貌极丑 但白赫然等人 却知道 那是白金红 是曾经 盛极一时 被誉为东秦 第一美女的 白家大小姐 白金红 陈皇后的眼睛 都烧红了 她狠狠地 瞪向白金红 双拳都握出了 声响来 她想找东西 去砸人 可店里 能拿得动的东西 都摔得差不多了 几番寻找不成 陈皇后果断放弃 然后指向白金红 大声道 来人 将这个贱人 给本宫拖出去 杖毙 杖毙二字 强烈地刺激着 白金红的神经 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让她无处躲避 可她不想死 她还想好好活着 想治好自己的脸 想嫁给皇子 想当下一任皇后 怎么可以就这么死了 夜郭白三家的大忌呢 母亲说给她的那些 美好未来呢 她将求助的目光 投向白星炎 然而 现在的白金红 看在白星炎眼里 就是个厉鬼 就是看一眼 都能做噩梦的丑八怪 更何况 今夜的白星炎 就是因为这白金红 才被石皇子 从文国公府 拖进皇宫 这一路拖得她皮开肉绽 她现在都恨不能 亲手掐死白金红 还救 救个屁 白星炎将头 直接别了过去 看都不想 多看白金红一眼 白金红求助无望 慌乱之下 竟往四皇子脚边爬了去 她记得听人说起过 四皇子最是心软 为人也最是温和 她眼下走投无路 这大殿里面 除了四皇子 再不可能有人会帮她 于是她伸出手 试图去抓君木熙 同时也尽最大努力 做出曾经最拿手的可怜相 她相信自己 只要一露出 这样的可怜表情 这世间根本不可能 有男人能够抵御 然而她忘了 她现在已经不再是倾国之姿 更何况 四皇子从来都是 不喜尽女色之人 别说脸不管用 就是这一抓都没能将人抓到 君木熙轻轻一侧身 她就摔趴到了地上 放肆 是君木熙的声音 冷冰冰地响起 杀人成命 没有人救得了你 我没有杀人 白金红大声为自己辩解 提公主还没死 我就不算杀人 可何况我那一刀 根本也不是要去刺她 我要刺的是白赫然 是白赫然 她说到这里 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 随即再度叫嚷起来 是白赫然 她见自己躲不过去 就将嫡公主抓到身前 去给自己挡刀 嫡公主是被白赫然害的 她是故意抓了嫡公主挡刀的 皇后娘娘明鉴 明鉴呢 你说什么 陈皇后大惊 目光随之向白赫然投了去 大殿之上 气氛一时间愈发地紧张起来 就连白星炎都开始蠢蠢欲动 虽然不想救白金红 但若因此能害白赫然一把 她还是十分乐意的 这相白星炎正要开口说话 可陈皇后那头却已经开始摇头 她看着白金红一脸地讥讽 你当本宫这个皇后是白做的 后宫臣服几十载 你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句话 本宫无需多想 只靠这一双眼睛就能断出真假 她说着指向白赫然 她将公主带出皇宫 带入文国公府 又不能护其周全 有罪 但你若说她故意抓了公主 为自己挡刀 本宫绝不相信 石殿下是本宫一手养大的孩子 他瞧上的人 绝无可能是那种下作之品 白金红 闻你一言 本宫倒是觉得 直接账币实在太便宜了你 伤我爱女 又岂是一死能赎罪的 白金红眼一亮 不直接账币 那就意味着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于是她将头抬起来看向陈皇后 只可惜 陈皇后接下来的话 却是将她刚刚升起的希望彻底熄灭 我东秦皇宫有一处水牢 数百年来只观叛乱造反之辈 今日本宫便将你送到那里 受七七四十九日水牢之苦 你若就此死了 算你好命 若七七四十九日之后还活着 她对九皇子说 牧初 他若还活着 四十九日之后你便将人带走 阎王殿百种刑罚一个不许少 统统给本宫在他身上试过一遍 九皇子立即应声 儿臣遵命 带走 陈皇后广秀一挥 立即有宫人上得前来 不由分说 嫁起白金红就拖向殿外 深夜 白金红淒厉的喊声 传遍了整个东秦皇宫 就连听说此事匆匆赶来的天和弟 都被震得直无耳朵 连声吩咐 赶紧 给灌一副哑汤下去 别再这么叫唬了 吵得人头疼 立即有宫人到太医院去要哑汤了 白兴炎的心又沉了沉 这个大女儿算是彻底的废了 天和弟一进了招人公大殿 先是瞅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白赫染 和她的几个儿子 然后赶紧问皇后 灵溪怎么了 陈皇后闷哼一声 哼 问你的好儿戏 说完 她又冲着下方一众人道 道理本宫都清楚 是非曲折本宫也清楚 可是我的女儿伤了 我也心疼 你们告诉本宫 这口气要本宫如何咽得下 白赫染 你要本宫如何能原谅你 天和弟也沉下面色 一时不知该如何说这件事 手心手背都是肉 她疼最小的儿子 也疼最小的女儿 现在两方冲突 她不知该向着哪一边 倒是白赫染主动又向皇帝 皇后都磕了头 开口道 臣女自知有罪 不管皇后如何责罚 臣女都认 也请几位殿下 不要再为臣女求情 嫡公主舍命救下来的人 若是连这个责都不敢担 那她这一刀 就真是白挨了 她说着 目光投向了君墓林 你回去 我不能什么都依靠你 更不能连犯了错 都要你来摆平 从前的许多路 都是我自己走过来的 不能因为现在遇着了 你就有了倚仗 那样的白赫染 也不值得你疼忽 她再转向身边 另外两位皇子 二位也一并回吧 我白赫染不是 担不起事的人 有错就是有错 认罚便是了 你这叫什么话 君墓林不干了 你是我定下来的媳妇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母后若说你有罪 那我就跟你一同有罪 她看向陈皇后 灵溪伤了 我也心疼 她不只是母后的掌上明珠 也是我 从小看护到大的小妹妹 儿臣知道母后心情难平 现在也不求母后消气了 便跟媳妇一起跪着 什么时候母后觉得惩罚够了 什么时候叫我们起来就好 她说着 一跑一撩 挨着白赫染就跪了下来 母后放心 儿臣绝不会因为此事 就记恨母后 然然也定与我是一样的心思 所以母后尽管降罪 儿臣与她一并担着就是 陈皇后简直要气疯了 她指着地上跪着的三个皇子 大声质问天河鼎 你看看 看看你生的三个好儿子 为了一个女人 他们三个都跪在这处 这是干什么 他们又为了什么 九皇子喊手 儿臣为国之大义 四皇子俯身 儿臣为报救命之恩 君母领答得更是理所当然 儿臣为了陪媳妇 她仰起头 可怜巴巴的眼神 向着陈皇后看了过去 灵溪伤了 我这个做哥哥的 心里的难受 不比母后少 可是母后 您想过没有 灵溪救人徒的是什么 她顶着嫡公主的身份 从小到大 无人敢招惹 除了我们这三位哥哥 甚至没有人 愿意同她一起玩 这一来是因为 公主身份高贵 二来 也是母后您 对她太过疼爱 连跟其他的公主 一起玩耍 都担心她会磕了碰了 灵溪看着活泼 可实际上 她很渴望 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她跟冉冉投缘 哪怕只是刚刚认识 她还是 想要将这个朋友留住 甚至不惜用自己的性命去留 母后 儿臣不为媳妇说话 只是说一个事实 这是灵溪 自己的选择 陈皇后身子晃了晃 跌坐到身后的椅子里 一句话都说不出 天和地知道她在想什么 更知道她为何将女儿护到这种程度 发起心里的苦 只有她一人知晓 她将手指掌于皇后肩头 用力握了一下 朕都明白 但灵溪不是梨儿 梨儿出事 不代表灵溪也会出事 可是万一 没有万一 天和地坚定地道 梨儿是梨儿 灵溪是灵溪 她说着 又问白赫然 嫡公主的伤 你看如何 白赫然答 刀身正中后心 公主殿下所受的苦 中我一生无法回报 但在国公府时 刀一拔出 臣女尽己之力 去生机 附了公主殿下的心脏 眼下除了皮肉伤之外 性命无忧 天和地长出了一口气 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救回来就好 她对白赫然说 朕疼儿子 也疼女儿 朕只此事与你无关 但若灵溪因此没了性命 朕也不知道该如何原谅你啊 现在人救回来了 丫头 你便跪一跪吧 但你的母后 心火消了 你再好好地给她赔罪 说些好话 朕了解皇后 她不是那种 不分善恶 胡乱降罪之人 只是一时心急 没想开 丫头 你不要记恨她 我听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